天父的孩子 今天都好吗 谢谢上帝让你陪我一起灵修 路加福音22章20节 散后 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写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你知道吗 两千多年前 在你还未出生时 爱你的耶稣 就在十字架上代替你 和宇宙万物最伟大的上帝 立了一个写的盟约 你问 这个盟约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哦 其实大有关系哦 因为盟约的受益人 就是你 你是否曾经祷告到灰心 就快要放弃了 或者你心里挂念一件事情 你等了好久 始终就是看不到结果 教你一招 教你一招 你可以自己领圣餐 宣告你是上帝 盟约的受盟约的受益人 请求上帝执行他盟约的应许 盟约是什么 真的这么神奇有效吗 简单来说 盟约类似合约 只是合约有时效性 而且仅限于某一个约定的事件 盟约则是至死不渝 只有死亡能够使他失效 圣经时代 定立盟约的双方 要先把一只牲畜切成两半 立约的双方 要从两半的祭物中间 面向盟约的伙伴 擦肩交错地走过去 意思是 如果有人背弃了这个血的盟约 就会像这牲畜一样被切成两半 盟约仪式 表明了双方都有义务 保护和供应对方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盟约对弱势的一方比较有利 最高等级的盟约 是用神儿子耶稣的血立的约 在十字架上 耶稣用他自己的血 代替了我们和天父立了血的盟约 借着这个盟约 上帝向我们表明 他是我们的供应者和保护者 他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他的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神 但是宇宙最富有的神 却把一切白白地给了我们 你就是盟约的受益人 这盟约应许了你 你所祷告的结果 已经在路上了 请不要放弃 最后的结果 一定是好的 谢谢你播出宝贵的时间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做今天的祝福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你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你而死 又为你复活 因着耶稣的血 天父已经赦免了你 过去 现在 未来 所有的罪 耶稣就住在你的心里 你已经因信称义 永远得救 你是蒙恩得救的义人 你必因信得生 你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 你已经大大蒙福 深深被爱 备受恩宠 永远记得 天父爱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